哎呀 林三的讲了这么久美学 迷思养准备给大家讲一个 五官之外容易被忽略 但又对颜值和气质有莫大影响的系列 第一期 我们说人中 人中对颜值的影响 看鼻眼睛 哎 千万不要觉得痒在处哦 给你们举几个例子吧 整天爱人中有软 变长五官没有改变 但气质不一样了 短人中显得它更加温柔 刘文现在和十年前人中的变化 一个精致心力 一个软萌温和 将官之临在人中变短 看着是不是有些局促 景天的人中原本就特别短 变长一点会显得舒服很多 当然了 人中不只有长和短 还有深和浅 将凌云浅人中劈身之后 哎呦 看着是不是精致漂亮了 将正爽深人中劈浅之后 哎呦 颜值没有以前高了嘛 人中就是这么神奇 一个小小的地方能影响你的颜值跟气质 总的来说 长期浅的人中显成熟 在美艳的脸上能够起荡留白 缓和瑞丽五官带来的冲击感 短且深的人中温和幼态 注意 短也没到今天那么短 人中本身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长 看看我们影视距离的老干部 都是长长的人中 要 要向所有人安立一个女明星的人中 长得堪比教科书级别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正爽 很多人好奇 正爽天天折腾自己这张脸 一会儿肿鼻子 一会儿去夹体 一会儿爆瘦 一会儿躺伤 怎么颜值还这么能打 她的人中就是原因之一 她的人中又短又深 人中一般连着唇峰 所以她的唇峰也靠得比较近 紧凑的唇峰会更紧致 再加上她非常精致的折角唇珠 这些细节加起来 让正爽特别有精致少女气 将她的人中劈长或者劈浅 都是捐了原本的灵气 她这个地方的基因也特别好 暴瘦时期眼眉眉眉的时候 整个人受到脱象 但是人中和嘴唇的状态 没有受一点影响 这双上辈子一定拯救过地球 才拥有了这样的人中 要默默许下了心愿 这辈子一定会多做好事的 证据下辈子能拥有好人中